大家好,咱这一期视频呢,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写出一个漂亮的那画 写出一个漂亮的那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你来看一下那画的写法 由轻到重写下来,然后爱拖出那角 其实那画就两个动作啊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由轻到重写下来 是吧,到这儿 然后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出那角 我们写那画是一定要出那角的 没有那角的那画是不完整的 那你看这两个动作我们怎么样写好看呢 首先第一个动作大家注意 由轻到重写下来 这段你是怎么写的?是直的还是弯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你最好直着下来 为什么?因为弯直下来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弧度把握不好的话 写出来会很难看 而且你后面那角都没法出,知道吧 所以说你直着下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样写出来也好看 由轻到重直着下来 再来看,由轻到重直着下来 你看这样不好写吗 由轻到重直着下来 这样写其实很好写 这是第一段,是吧 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啊 大家来看一下 那第一段完了 第二段,那角怎么出 大家注意 我亚洲这个笔 水平拖出那角 可以没有 好,亚洲这个笔的尾端 水平慢慢拖出那角 为什么你知道吧 我们问这个那角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首先第一种你不要往上翘 这样是肯定不对的 那角是不能往上翘的 知道吧 那有的同学 有的同学可以微微往右下走 这样可以吧 可以,微微往右下走 这是可以的 知道吧 是可以微微往右下走的 但是往右下走 很多人把握不好这个度 容易和前面重合 容易和前面这一段重合 你就比如说 有些同学写那话的时候 好,到尾端 这样过去了 你能看到他的那角吧 不但能看到 为什么 他和前面这一段 角度重合了 所以那角写出来 非常不明显 是不建议大家往右下走的 你那角水平拖出来 一个是方向好找 再一个是 他效果明显 为什么 你前面这一段 是斜着下来的 你那角水平拖出来 你说效果能不明显吗 明显的 知道吧 来,你来看一下 那块由轻到重 逐渐往下走 好,压住你的笔 水平这么拖出那角来 你水平往右边 这么水平着拖出那角 会让你的这个那角 显得厚重而有力量感 因为那话本来 它就是一个由轻到重的笔画 越到尾端越厚重 那厚重的时候 我们就要压住笔 拖得慢一些 前边由轻到重 你前边可以轻快一些 越到尾端 你看越厚重水平压住笔 水平拖出那角 这个那角你看既好掌握 而且写出来 效果还比较明显 你看我们带到字里面 这种那角也好看 你来看一下 首先你看横画往上 压一下撇 画往正弯过来 好,那话你看 直着往下压 压得低一些 应该比撇要再低一些的 然后你看拖出那角 可以吧 完全可以啊 是不是 横画往上扬 然后那话往下压 你看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树画 横折 再来一个横画 然后撇画 树向往这弯过来 好 那话直着往下压 然后你看水平 拖出那角来 可以没有 直着由轻到重往下 然后那角水平拖出来 可以吧 完全可以 再来看一下 小撇 然后横撇 往这走 好 那直着往下走 然后水平 拖出那角 可以吧 完全可以 你看上下点对正 是吧 这个那角是不是水平拖出来的 可以的 知道吧 那角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 你看由轻到重 斜下来 好 压住你的笔 水平拖出那角 效果会更明显 你学会了吗